在场的各位企业家 土联老师 专家团的老师 大家好 我叫李云飞 今年30岁 此前在新东方国内部从事四六级以及考验英语的教学工作 并且我是新东方史上可能极为少数的 在本科二年级以体育教育专业入职新东方国内部的教师 今天来到这里呢 希望能够借助非你莫属的舞台 能够获得一份教育领域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是一位新东方比较知名的老师 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谢谢 在搜索引擎当中 搜索他的名字都可以出现他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查一下 他的这个标签是不一样的新东方教师 怎么不一样 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觉得在新东方的那段时间 让我的讲课的体验和风格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 因为新东方的他的标准就是只要学生打分高 只要你学生的评价好 那么我的课就多 我的课酬就高 那么我的收入就高 但是我在新东方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发现 其实能打分高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方说我在上课时候呢 讲一些励志的故事 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好好 各位同学 那么今天呢 云飞老师会带大家呢 说一下考研词汇备备考方面的事情 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 大家的所有问题罗列如下 比方说词汇 记过不等于记住 记住不等于记清 记清不等于分清 分清不等于在句话当中知道意思 在句话当中知道意思不等于能看懂句子 看懂句子不等于看懂段落 看懂段落不等于看懂主旨 看懂主旨不等于会做题 会做题不等于做对题 做对题不等于时间够用 所以说这就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 你对单词的理解和初题人的考点 经常会差得很远 你会喜欢背什么单词 你就背什么单词 而不是初题人喜欢考什么单词 你就背什么单词 所以说很多同学上了考场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问题 你所学的内容 根本不是初题人所考的内容 OK 谢谢 我仿佛看到了李浩阳 不不不 我们还是有两种差别的 不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新东方模式的名师 你进新东方顺利吗 不夸张地说 别人可能进新东方是一波三折 我可以说是一波三十折 当时我在去求职新东方之前 因为我的学校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一个本科 而且我的专业 就是各位老板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体育专业 新东方史上其实有很多 非英语科班出身的老师 但是体育专业 去当新东方的老师 这个可能就更为罕见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我的简历没有什么亮点 然后很快就被过滤掉了 然后我就耍了一个小聪明 就在那个简历当中 我就加了一个 我报过新东方的什么什么班 欣赏新东方的文化 并且我上过你的课 我通过了考试 就没想到真的有人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新东方面试 那后来为什么要从新东方走呢 好不容易进去了 因为新东方在外界 它有两个称号 一个是创业的黄浦精校 一个叫做人才浮化器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体系当中 我觉得我一直靠着 新东方老师三个字的光环 我觉得它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所以可能因为我进新东方 这个过程很曲折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跳出舒适区 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新东方出去的人 其实有很多 从高管层面来讲 比方说跟谁学的 陈向东老师 普新教育的沙英龙老师 他们都是很高的高管位置 而我们呢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高管位置 我们都会凭借一己之常 新东方出去的人 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 那你刚刚从新东方出来之后 应该有人请你讲课吧 对对对 你大概一年能挣多少钱 这个随我自己的意愿吧 就如果是我愿意多上一些课的话 可以挣到大概120万130万 那你干嘛来找工作 你就做那个 而且你今天面试的也是教育类 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 就这么说 就是我现在能保证 就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保证的 就是我的学生能考出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平均分 这个平均分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这种 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教学方式 推广出去之后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就100万左右吧 也是100万左右 对对对 今天有 你觉得有能给你100万的教育机构吗 正好也符合你的 你是专门是英语教学吗 对对对吧 有吗 哪位是 我觉得松鼠AI吧